大家好,这里是苏雅侯批评书 习一尊前一段时间都在流传,他遭暗算 有人要把它做掉,是不是 这种共产党的内斗里面经常有这种事情爆出来的 大家还记得以前胡锦涛当总书记的时候 说他在黄海的一个军舰上面正在考察军演 结果其中有一个驱逐舰突然吊准炮口 对着胡锦涛的坐舰一通狂轰 当时胡锦涛赶紧乘着直升飞机逃走了 而且逃走之后还不敢直接去北京 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有意思 所以习近平遭暗算,遭暗杀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这两天在中国国内又开始传这个事情 话从哪儿说起呢?是从江苏省的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这个人终于宣布被双开了 要逮他了,而且他这个措辞啊,中纪委放出来的措辞啊 极其搞笑啊,按理说这个人的级别不高嘛 是吧,就是一个江苏省的一个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嘛,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嘛 这个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是不是 为什么中纪委员什么大张旗鼓的 把这个话说得这么难听,说什么 经常王立科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 从未对党忠诚老实 用了两个从未 大家就笑了说 他奶奶的有事说事是吧 你说人家王立科到底有什么事 有什么罪行,比如贪污了多少钱 比如搞了多少小三 比如搞一堆的事情是吧 或者是有重大的什么行政政治上的失误 有事说事 你搞这些个有的没的的话干嘛 哪有这样去说 一个人从未忠诚老实 这个东西你不可以量化 而法律它是一个条款性的 是一个可量化的事件 是不是 你都不能量化 你把人家抓了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啊 从未树立理想信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树立理想信 我还说你没树立理想信念呢 是吧 这都是去耍流氓的话 就是要整这个人 我不是帮王立科说话 你看那个他怎么说的 说这个什么 王立科存在的问题多多 问题多多且很严重 这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话 参与在党内搞团团活活 他哪个人不是团团活活的 你问题是你王立科 你跟习近平搞一块也是团团活活 是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习近平的 是吧 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 大搞政治投机 那谁不会搞政治投机 就共产党这个体制都要站对的呀 是不是要么站江泽民 要么站胡锦涛 要么站习近平 要么站李克强 要么站温家宝 总归要站一个人 你朝中无人好作官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吗 也是原则性的话啊 攀附贴抗 意思就是说想想想巴结一个大官呗 想当大官呗 哎呦卖官秘诀啊 严重破坏任职地区政法系统 特别是公安系统的政治生态 没有一句话是可量化的啊 严重和怎么个破坏法是不是 腐化堕落大搞前色交易 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哎这最后一句话呢 就是还算是一事儿吧 搞了半天一大段话 就这么一事儿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事儿啊 我听北京的人讲的 就是因为啊 之前发生的这个未遂的一个暗杀事件 啊 江苏 重庆 湖北 这三个地方的政法的这个团队啊 政法的势力吧 联合起来想干掉这个包子迪啊 想在江苏包子迪考察的时候 把包子迪一枪给崩了 你知道吗 给做掉了啊 这个事情才是起因 之前抓什么公道安娜 抓什么邓徽林啊 都是在这个抓主要的幕后的黑手 而这个执行团队里面管总的啊 就是整体总体指挥的就是这个王立科 那王立科是何许人也呢 就是你一分析你就觉得就是有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所以王立科他是哪里人呢 他是在辽宁啊 起家的啊 我查了一下啊 在辽宁起家的时候这个什么 他在辽宁江苏粮子 你政法系统长达38年啊 所以有一种说法啊 说是在辽宁起家啊 与这个薄熙来有关系 知道吧 哎 你一定要记住啊 与薄熙来有关系 说不定他是薄熙来的人啊 然后在江苏呢 又是与谁有关系的 又与李源潮有关系 哎 你仔细一查 这个人他之所以能混到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就是靠薄熙来和这个李源潮两个人提拔 哎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习包子要要要整呢 要抓人呢 现在还只是抓到执行层面 王立科是总指挥啊 其他的什么重庆的湖北的都是 都是里营外合协调行动 真正的一线的总指挥啊 就是王立科 那王立科肯定不是最终的大佬呗 背后一定有黑手呗 所以现在就是习包子就是建制两个人 一个就是薄熙来嘛 一个就是李源潮 大家都知道了 薄熙来现在人在监狱 好多人说他已经狗屁了啊 有一句说一句没狗屁啊 没狗屁啊 但是呢 的确他可以在狱中运作很多个事情啊 他这个习包子那最大 薄熙来最大的死对头 那不是温家宝不是胡锦涛 那是因为习近平啊 因为当时薄熙来垮台的时候 习近平如果板着脸要救这个薄熙来的话 是救的住的 因为他毕竟是新任的胆魁嘛 是不是给个面子啊 下一个十年我来啊 给我一个面子 给给我们家薄 薄家的薄三啊 给一个面子 让他继续啊 处分一下拿倒 是不是继续当一个重庆市委书记 没问题的 没有 今天就要干到他 那我们都知道 薄熙来薄后书记在重庆昌宏打黑的时候 胡锦涛和温家宝是没有去的 啊 那习近平是去给这个薄三啊 薄熙来站过台的 所以薄熙来恨这个习近平恨的牙痒痒 说你他娘他给我站台 你不是站过吗 不是说我干的好吗 你现在这会儿又落井下石 是不是 你不就担心我把你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给抢走吗 所以呢 你可以解释薄熙来最大的死对头就是习近平 那女元朝就甭说了 女元朝 你他的政治势图是一帆风顺 你知道吗 女元朝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非常非常有政治手腕 但是也是栽在习近平的手上 女元朝深得江泽民的喜欢 否则他当不了江苏省委书记那么多年啊 女元朝也深得胡锦涛的喜欢 否则他当不了中组部的部长 当不了国家副主席 当不了政治势委员 我跟你说 李元朝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 妥妥贴贴的最少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中纪委书记 或者是一个那个什么 这个人大委员长 应该是这个级别的 结果就是栽在习近平的手上啊 所以李元朝也有想杀他的冲动 为什么包子力最近就揪着这个事一个一个来呢 没消停呢 而且这个打人家这个王立科啊 那你根本就没什么事情知道吧 哎我问了江苏的几个朋友 说王立科这个人还真是 除了喜欢睡几个小姑娘 那真是还没什么别的什么贪污的事 你所以你从他的这个罪行里面看 都没有一个数据啊 就你你到底你到底他有多少钱吧 啊什么黑社会保护伞 黑社会是哪些个人吧 你都没说是吧 你就把人家给抓了 就是因为这个黑社会这个地方就明白了就是什么的 的确有一股势力啊 借所谓的黑社会 其实就公检罚他自己 就是公安局自己的里面的那些个警察 他们要联合起来把包子力给做了 这时候要打他 不能说共产党的公安队伍不行吧 那就说黑社会吧 是不是 那王立科就黑社会保护伞吧 那保护王立科的是谁呢 要么是薄熙兰 要么是这个李源潮 而李源潮排第一 薄熙兰排第二 所以现在就局面到了这么一个 非常非常这个叫什么 叫做炸药包啊 或者说火药 就是一点就炸的这么一个 有人说是已经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了 因为这个习近平当时听了胡锦涛的话 放了李源潮一把 否则李源潮当时就应该是跟什么周永康啊 什么令计划呀 应该一样的就要进监狱的 结果李源潮算是平安的挪地啊 再也没有当官了啊 你说个你是李源潮 你心里负这个气吧 你心里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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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个事儿就放下 真的回去钓鱼养老去了 不可能啊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昨天我们说了孙政才有可能付出 我告诉你李源潮年纪也很轻的啊 李源潮也有可能付出 共产党里面搞这个事情很有可能的 李源潮付出薄熙来付出 孙政才付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包子里给做掉 给暗杀掉 否则他付出的难度是超级大的 没那么容易啊 所以现在这个中共的内度已经到了白热化啊 不叫白热化吧 叫做最后的时刻啊 接下来就是只插一根火柴一滑就点燃了 这了不得的事情啊 你王立科的这个通报 从未从未 两个从未 没那么简单 背后是这个什么 刀翁剑影的啊 绝对是你死我活的内斗啊 所以有人观察到啊 我看破空也讲了 是有道理的啊 说这个老江蛤蟆啊 好久好久没有说话的啊 都不说话了 好几次大型的活动都不参加啊 年也大了 九十多岁了 居然最近出来说话了 秀了一下啊 为什么这时候说话 那帮你援朝站台啊 帮江苏帮站台啊 江苏这个地方是 永远是江自民的天下 你习近平你想 你想参加进去 没用的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就像上海 你习近平 你其他的人 你包括胡锦涛当年 想把上海搞定 搞不定 江苏也是一样的 那绝对的啊 习近平最多也就搞定福建 搞定浙江啊 搞定这两个大省 上海和江苏都搞不进去 我跟你说 所以说现在江自民出来秀了一下姿势 据说还讲话 肯定是为这个李源朝站台 肯定是为江苏的人站台啊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再不说话的话 接下来就有可能 要收拾江自民 都有可能 他最后可能把这个黑手 抓来抓去 最后抓到老江身上 抓到曾庆红身上 都有可能啊 所以现在江自民啊 北京的这边哥们说 就是力保李源朝 以前保李源朝的 谁是胡锦涛 但是胡锦涛的能力有限呢 影响力有限 他把保不住 所以现在江自民要保李源朝 李源朝绝对不能动 最多也就要动到什么呀 动到这个什么 王立科为止啊 薄熙来反正已经进去了 刀光剑影 我跟你说啊 暗杀的事情此起彼复 一点都不是传闻 一点都不是谣言 共产党的这个 他们之间的内度 比你想象的啊 比你根据你的想象 根据你的逻辑分析 推理出来的东西 要要残酷的多 严重的多 可怕的多 我跟你说啊 总归就是接下来 不到一年的时间啊 我跟你说 共产党的内度绝对是 就图穷什么 匕首线啊 绝对的 所以我们这些个人呢 就是看热闹不现实大 共产党的这个内斗 中国人的自由 中国人的 喘口气的机会 不在于 共产党的哪一个官员 会突然大发慈悲 没有的 共产党的从江泽民 胡锦涛这帮人 都没有慈悲之心的 都是一帮混蛋 你知道吗 但是呢 让我们有口气 可以喘息到 我不包括我 我已经不做中国人了啊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这些内斗 斗的不行了 最后都斗不下去了 共产党都 都什么 都都都都已经脸皮撕破的时候 老百姓稍稍有点喘气的机会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新闻 一定要睁大我们的双眼啊 要看热闹 看热闹不现实大 要造谣传谣 对你有好处 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好处 知道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